結婚就知道了 結婚有結婚的不好了 也有結婚結婚的好 會過生活 而且一定要記住 相信我 這個 你們要求桃花 要求男女朋友 一定要有一個 好朋友 好朋友 就是男的要有一個女的 很好啦 沒有辦法 因為人家不喜歡你嘛 長得這樣都嚇死人 在一起 朋友朋友啦 有時候喝咖啡 要多跟男孩子在一起 會生的 我們說沒有 沒有就夠大樓 會生 你不要天天的就在家 跟你的狗在一起 很難 然後要求又特別高的 這個要不要 不要啦 你看那麼矮 頭那麼大 你看 鼻毛那麼長 有時候不會生什麼啦 是不是 所以啊 所以 你的另一半 那麼還沒有另一半呢 我還沒結婚 你還沒結婚的話 這裡啊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這邊的影響啊 比如 好來 我告訴大家 這是兔子對不對 雞年來的時候呢 他就倒霉了 沖太水 這叫沖年嘛 這個是龍對不對 狗年來的時候呢 就叫沖月 狗和龍沖嘛 這什麼 蛇 蛇 那麼 豬年來的時候呢 蛇 蛇 蛇 所以 這邊就不好 他結了婚了嗎 還沒有 沒有結婚 那會充自己 結婚 會充他另一半 這裡 這裡是什麼 醜是 牛 牛和什麼充 羊 是不是啊 他有沒有孩子 沒有 沒有充自己咯 有 有充孩子 知道嗎 聽得懂嗎 啊 聽不懂 rewind 再聽多一遍 十 十柱代表什麼 晚年 哦 是不是晚年有兒女 不是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問什麼 我想問我的兒女 我們看著你 啊 我父母喔 我父親現在在醫院啊 我看著你 啊 啊 今天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我的運氣好不好 哦 那你幾歲 我五十歲 五十歲看這邊 中年了嗎 看這裡 啊 我想看我 能不能夠結婚 你結婚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的話就看著你 會不會看 啊 我的事業順不順 啊 你做什麼工的 我是做竹草的 竹草是火對不對 這裡有沒有火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我們就看這邊 啊 我做什麼工的 你做什麼工的 我是做教書的 啊教書的 是木 你就看這裡 他的事業在這邊 知道嗎 啊 啊 那麼 我是做買賣的 啊 買賣的 買賣 賣東西的 賣東西是要用嘴巴對不對 要用口才對不對 那你要注意他的水 在這裡 就 這邊就能代表他的行業 知道嗎 會看嗎 啊 有些人 看到最後 聽到最後 還是 師父你看 啊 我看 還要等到 還要等三四個月 還要等到十一月 啊 有些人就不耐煩了 不等 對不對 不過學生要記住啊 學生 我不跟學生看命的 啊 我不喜歡跟學生看命 啊 學生一旦做了我的學生 我們的檔案 就會有一個學生的檔案在裡頭 有一些人很厲害 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講名字 找新人 講名字 報名 一旦給我發現 我BAN掉你 其實我不喜歡跟學生看命 我覺得是學生 你自己 就要會看你自己 啊 你花了那麼多錢跟我學 對不對 然後 你 叫我看 我覺得 我過不了我這一關 我覺得我好像騙子 啊 就好像老師 對不對 老師 教學生 教到他畢業了之後 那個學生還來問他 那你應該去外面 找參考資料啦 然後跟我什麼 研究 师父,请问你,比如说乙卯上为师神,下为师神,师神通根有力 那我如果用粉红色,或者是我用求上进的方式,去把我的事业弄好,可以吗? 这样就是一种沟通交流,你才会成长,你不是拿你的八字来给我看,懂吗? 所以学生我不看,三千个学生我都不看,但是有一些很固执的,一定要来的,来我就看了,看但是心里就瞧不起他,因为你这样子是侮辱你的老师,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把你教成是一个老师,我都已经很惭愧了,我还收你的钱,但是不会退钱的,你放心。 退钱是不可能的,我都已经自责了,你还来侮辱我,你帮我算,三十年,然后给我算,然后有些人他给我算哦,他还会跟别人算的呢? 他跟别人算到,哇,很好了,在后港,我可能算而已。 但是他不懂为什么,他自己的他跑来给我算,他老婆的他跑来给我算,我说你为什么你自己不算? 算不准耶,自己的算不准耶。 我每年都在算自己耶,对不对?所以不要相信那种,算命不可以算自己。 这种叫boot air,放屁。 算命就要算自己,算自己要算得准。 知道吗?所以我也感觉到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学生三千多个,为什么一定要给我算? 为什么一定要给我这个钱?因为那个黄财神咒啊。所以那个钱就一直来,你看。 所以这个呢,还记得吗?讲海,就是说他的父母跟他的兄弟啊,不合。 是父母跟他兄弟不合,那就只有两个字,吵闹。 这间人家很吵闹,而且父母的病痛啊也多。 十根月相破,儿女每次花钱,儿女很会花。 而且他呢,不能借钱给朋友,一去就不回头。 他自己不可以借钱给朋友的,一借就完了。 这个很准啊。 我十个朋友,十个啊,只要有这样子的相破的话, 我都喜欢跟他们借钱啊。 借了就不用还了。 那么,八字最漂亮的,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的年是,好像比如说,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然后这边呢,这边是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这样子,就是很美。 懂吗?如果再加上没有行冲迫害, 你就是皇帝命。 皇帝命。 没有行冲迫害。 你就不得了咯。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过马路。 对吧? 车都停。 红灯啊。 红灯,所以你这样子,车全部都停。 这种命。 这种命很好的。 那么,有那种,一直有很多那种不干净的东西, 让他去看到的。 甚至有人还说他是神经病的呢? 那些就是乱冲乱克的。 好像比如说,木。 木克什么?木克土。 土克什么?土克水。 水克什么?水克火。 隆重克的咧。 here克,there克,everywhere克克咧。 那种命啊,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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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种就是很容易看到东西的。 乱七八糟的。 还有,这种叫阴,这种叫阳。 懂吗? 这个就没办法教啦。 那么阴年阴月阴日阴神。 这个阴到完的呢? 那你要注意一下。 也是很容易靠近。 小孩子最好不要有太阴的。 小孩子如果太阴的话,最好是拜拜一下。 每个七月就要拜一下。 小孩子不要太阴。 这个总结,这是五年的运。 看到吗? 等一下呢,你们会看到的是这个青色的。 这个青青的,这个。 就代表现在,你这十年。 这十年。 没有啦,我三十六了。 我又没有三十七岁。 分析三十七,你就是三十七。 不要购买。 有些说没有啦,我三十六了。 一三十六了,三十七。 他很计较的。 这个,三十七岁到四十六岁。 这样,这样。 这一段,这是一个段落。 你就要知道。 比如,看。 三十七的时候呢,是生。 是不是啊? 十年走什么? 生运啦。 五年五年嘛。 下五年走生运。 然后这里呢? 四。 是不是啊? 四和生,就是河水。 河水,这个人还记得吗? 他记什么? 木、火、记什么? 金、水。 所以河水好不好? 不好啊。 懂吗? 老公容易发生意外。 还没结婚呢? 嘿,自己容易发生意外。 自己容易发生。 而且,还有相破。 如果,如果是真的是另一半发生意外的话呢? 他肯定还要花很多钱。 最怕的就是好像水肿啊,肾病啊。 那种,不是肿咯。 抽水出来,然后又肿了。 那不是肾吗?洗肾吗? 最怕的是这样,要破财。 相行。 行,通常就是官非。 在这个地方有行,要注意婚姻。 记住啊,你们要记住。 有这个地方有行的话,要注意婚姻。 婚姻有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这么看,今天什么年? 2015,未年。 未跟什么? 卯。 是伴和木。 木,它适不适合? 适合,那是好事。 那是好事。 那是好事。 记住年代表什么? 也代表开始。 年代表开始。 时代表中了最后。 年代表国内。 时代表国外。 会吗? 所以今年我想要辞职。 可以吗? 然后呢? 我想要再找一份新工作。 找一份新工作是不是开始? 那它是不是有卯和胃相合? 那可以。 你敢敢的说。 当然要做它熟悉的。 不过你会因为老公的问题。 而这个是经常拿leaf拿off还是什么。 所以呢,对你公司就对你的印象不太好。 先把家里的事情搞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有河水相破相形吗? 在这里。 如果它跟人家sign contract的话呢? 搞不好呢? 会犯官非。 知道吗? 所以年如果有河。 河为沐。 沐是我命之所喜。 那是好。 所以只要记住。 河在一起是我的喜。 那就好。 河在一起是我的凶。 那就不好。 记住了。 沐火土金水。 这个一定要记住的。 还有刚才的那个八个方位的。 好。 这个。 只要你一旦知道你的八字是水。 你第一个位置一定要写水。 知道吗? 第一个位置一定要写水。 知道吗? 一定要记住。 叫水。 第一个位置。 你是属水。 你第一个位置写水。 就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生金。 所以记住。 我们所有的人第三个位置。 自己的位置叫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就是火。 第三个位置是所有人的财。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财是属什么的。 有些人的财。 你必须要去刺激它。 那个财才会生出来的。 明不明白。 你要刺激它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火。 永远记住。 财一定是。 这个是谁? 我。 对不对? 自己对不对? 我们说我。 我。 第三个位置永远就是我克。 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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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克是什么意思呢? 我去赚。 我辛苦早上起来。 然后over time。 去辛苦的去。 这个叫做我克。 我克。 就是我辛辛苦苦的意思。 叫做我克为财。 所以这个叫财心。 当你的财心是属火的时候。 我的八字又是熄火。 对吗? 那这个人对于赚钱比较有方法。 他知道怎么样去赚。 比较能赚到钱。 懂了吗? 这个位置是刚才我说的。 总而言之呢, 生气位就是最好的位置。 是财运大好的位置。 是身体健康的位置。 但是他身体健康他不是老大。 他管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财。 第二个位置呢。 财运也不错。 但是他是专属于健康。 治健康。 健康有问题。 你的床头朝这个天衣卫。 颜年卫财运很好的。 这个颜年卫不容易得到。 很多师傅他们对于颜年卫也不多以解释。 这个颜年卫。 你的八字今年。 比如今年是属什么的。 今天是什么年? 马年。 羊年。 猴年。 什么年? 羊年。 那羊年。 我是属牛的。 那就不能用颜年卫。 为什么?羊和牛。 知道吗? 行充破坏的生肖都不可以用颜年卫。 一定要等到你的生肖没有行充破坏。 你用颜年卫。 它马上给你。 颜年卫是很直接的给你的。 知不知道?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生肖今年有没有行充破坏。 你就可以知道有没有颜年卫。 好像我的大门朝西。 正西。 对我很好。 对不对? 而我是属牛的。 那就不好咯。 不是不好就是得不到啦。 为什么? 他是西命。 我也是西命。 他住楼上。 对不对? 他的大门朝西。 我的大门也是朝西嘛。 那为什么我得不到? 他一直得到。 肯定他的生肖没有相冲相行相破相害。 在今年。 我属牛的。 我就冲羊。 所以大门朝西也没用。 颜年。 只要你没有行充破坏。 他马上送一笔钱给你的。 颜年。 所以有些人头朝颜年方岁啊。 好不好? 好。 但是没有行充破坏。 他才会给你。 有行充破坏的话呢? 他就不会给你咯。 复卫。 财运是小的。 运气也是中等的。 健康也是平平的。 没有无用哦。 这是最不好的。 最少的。 不对。 一个人生病。 生重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一个人生重病的时候。 不可以给他吃饭嘛。 应该要熬粥。 慢慢慢慢的喂。 一点一点的喂。 然后让他慢慢恢复了体力。 才可以给他猛药。 才可以给他饭。 才可以给他肉。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说嘛。 胃口不好吃不下嘛。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一个小孩子。 baby刚刚出生。 我建议呢。 睡在东北胃。 就是睡在腹胃。 那这个baby的腹胃是什么呢? 那你就要问那个师父了。 所以我很佩服一些人取名啊。 他可以这样随便取的。 他都不用看父母。 他有拿爸爸的八字。 妈妈的八字。 拿了呢? 骗了。 他根本没看啊。 不行啊。 各界啊。 各界的老师。 全世界的老师一定要记住啊。 因果啊。 这因果啊。 很重要啊。 所以取名字啊。 一定要父母的八字。 来配搭配搭一下。 尤其是婆妇生产。 昨天。 前天。 有一个就。 太可惜。 昨天也是前天。 他付钱。 给有名的医生耶。 婆妇生产的嘛。 付钱耶。 那个医生还不让他选日子呢。 他说几时就是几时。 我说几时就是几时的。 他说我们请你。 就是你要尊重我们的日子嘛。 对不对。 他没有说要三个月后。 没有。 他没有那么过分的。 就是医生说今天。 他就说。 好像说星期五。 他说这样。 星期一可以吗。 医生说星期六。 他说星期一可以吗。 就是这样耶。 不行啊。 不行。 那礼拜天。 礼拜天他说不可以。 那我也不知道。 他花好多钱耶。 那个医生很贵的耶。 那地方不可以讲了。 很贵的啦。 你想啦。 很贵就对了。 是吧。 那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耶。 我就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孩子的命啊。 才二两二。 多一天呢。 只要多一天就够了。 星期一出生就够了。 那就是不得了的八字。 哦。 这个就好像啊。 一大桶的黄金啊。 给你看到了之后。 你不去捡这样子。 而且。 他请的那个医生。 肯定他是有钱的啊。 他有钱他能。 才能请的医生。 那医生不听他的呢。 对不对。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害死了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是祸害。 啊。 观哉是非。 啊。 你犯官非什么。 就是祸害在作怪。 啊。 我的大门朝南。 我的房门朝南。 我的床头朝南。 你是什么命。 是西命。 是更命。 那朝南。 朝南女。 准备破财。 而且啊。 夫妻啊。 恩爱啊。 越岁越岁越分。 啊。 很麻烦的。 这个位置很麻烦的。 另外一位置呢。 是六煞。 代表财运不好。 口舌。 啊。 那口舌多。 吵架。 而且很多问题。 啊。 这个不顺。 那个不顺。 一个不顺过后呢。 另一个不顺又来了。 很多问题。 无鬼。 无鬼就是破财。 而且健康也不好。 无鬼最会搞。 jack up。 没有是。 最后。 死掉。 为什么。 就是无鬼。 啊。 容易招鬼魂啊。 的作怪啊。 容易招鬼啊。 容易招疑神疑鬼。 这些都是鬼。 就是无鬼。 无鬼。 小人。 啊。 无鬼有小人。 绝命。 财运呢。 是很差的。 然后又多病。 而且啊。 这个绝命啊。 你原本可以活80岁。 绝命有这个权利。 把你的80岁减成40岁。 绝命有这个权利。 所以啊。 千万不要得罪这个绝命。 啊。 另可乱行。 莫犯绝命。 你乱乱走还不用紧。 你得罪了绝命你就惨了。 所以绝命千万不能得罪。 你们家的绝命位。 你自己的绝命位在哪里。 你要先找出来。 好。 记住。 无鬼位。 自己的绝命位找到了之后不要亮。 绝命位不要亮就好了。 好。 不要给它很亮。 很亮。 normal就可以了。 那么无鬼的位置找到了。 你家。 你自己的无鬼的位置找到了。 不要放吃的东西。 就没事。 朋友跟你说。 哎呀。 很多小人啊。 什么什么。 然后再找一下他的无鬼在哪里。 找到了无鬼之后。 你跟他说。 走。 你跟他去他家看。 你看他的无鬼位一定有很多吃的东西。 你叫他收拾一下。 收拾。 收拾收拾干净了之后。 你看。 你可以放什么呢? 连那些油啊。 味精都不可以放。 这些孩子他们会生病。 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可以放的。 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可以放的。 知不知道。 可以。 无色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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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超度无鬼的。 跟他谈判的。 可以。 你。 你们。 可以用这个正确白宝草。 正确白宝草。 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就是。 改造你的运的。 7月的时候可以拜拜。 7月拜拜是应该要用大保障。 对。 应该用大保障。 这个是流产。 如果你有流产。 有英灵超度的。 你应该要用这些。 求学业智慧的。 都不一样了。 你们不可以乱用。 消灾的。 严寿消灾的。 还有冤亲债主的。 事事不顺你就可以用。 千万别用错。 这些千万不要用错。 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是每个初一十五啊。 他们就烧。 烧那些。 他们需要的。 四个一起烧也行。 四个一起烧也行。 OK。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下个星期说什么呢? 我们再。 再。 再研究一下。 看说什么。 有些人。 如果那个。 那时候父母有产或是多开的话。 烧那样吗? 父母。 父母可以烧。 父母自己可以烧。 我们不用再烧。 你。 我们是谁。 我们是。 儿女。 可以。 儿女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帮。 可以帮父母烧啊。 嗯。 儿女自己出钱帮父母烧也可以啊。 嗯。 我们下个星期讲的啊。 大多都是讲说。 怎么样恭敬的去拜我们的神啊。 还有拜我们的祖先啊。 啊。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 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个。 因为是他们。 他们的祖和他们自己去安排的。 啊。 因为这个我们好像有讲过是吗? 是不是? 有没有啊? 有。 我不知道下个星期你们会不会来。 那么下个星期如果讲这些呢? 讲这些拜神啊。 应该怎么拜。 家里拜神应该怎么拜这些的。 你们有没有意见? 要不要? 要不要讲? 要讲这些。 那要讲这些如果有来的朋友啊。 来这里的朋友。 你们拍你们的神的照片给我们看。 就是你们家里面。 啊。 家里面的佛台啊。 是怎么样的。 拍一张美美的。 拍一张美美的给我们。 好不好。 那么。 如果可以before星期二。 before星期二拍来的话。 我们就上。 我们就放上去讲。 因为我们拜三拜四要做图案嘛。 啊。 你不要超过星期二你拿上来。 好不好。 然后你要说你是信什么。 发给我的助理。 问他们要发去哪一个邮箱。 然后我们就放在上面。 为你们解答。 你们家里面这样拜。 对不对。 好不好。 啊。 另外。 第二个啊。 就是。 你反正拍神桌了嘛。 对吧。 那。 就拍大门。 你们大门直拍。 看到什么。 左边。 看到什么。 右边。 看到什么。 四张。 直拍一张。 两张。 三张。 神桌。 四张。 四张。 一个人只能四张。 一个人十多张。 就等于看风水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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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出这四张。 你是怎么样的。 能够告诉我们大门在哪里。 是最好啦。 大门就够了。 大门就够了。 啊。 我们就告诉你的才卫在哪里。 但是。 只接受那些。 不超过星期二。 寄给我们的。 记住哈。 星期一也可以。 明天更好。 明天更好。 那么。 微信的朋友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 不是。 这YouTube的朋友。 他们看到这个的话。 都已经星期一星期二了。 来不及了。 啊。 所以你们。 你们有朋友。 啊。 今天没有来的。 也想要参加。 可以吗? 可以。 刚才已经走出去了是吗? 那些。 没有听到哈。 没有了。 啊。 啊。 四张。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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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洗火的人。 可以用红色的皮包吗? 可以。 可是我听说会烧掉那些钞票。 啊。 不会。 不会。 啊。 可以。 可以。 熄火的人。 有些他们是担心烧掉钞票。 嗯。 没有。 没有这个手法。 可以。 好像十块钱。 大家有没有。 手上有没有十块。 什么色的。 有没有被烧掉。 啊。 有可能会。 所以你们去换一千一千的。 拿给我。 我。 我放在冰箱。 不会啦。 不会。 好。 好。 我们就说到这里。 吉祥如意。 我。 你 Bachelor。 我。 我从来湿水里。 我都给予姿。 对吧。 我来湿水里。 我做了。 你ольше有什么东西。 我挑逐。 我。 我做了。